这个是富丽的标志哦 这里出现的 太高分了 那你盖上来这垃圾棚 Kento is blue 其实这次回到广州呢 我还有一件事是特别想去了解一下的 也就是之前的广州富丽 就是广州城队 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球迷现在怎么样了 所以呢 现在我就找到了一位广州城的球迷 他呢就是Kento城TV 这个球迷频道的主理人 今天我想找他聊一聊 他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来到了广州立湾区的一个小的商业街 居民区旁边的商业街 这里有一家港海香港在中的奶茶店 这个港海就是肯定的 当然是的意思 这就是这位广州城球迷的奶茶店 哈喽哈喽哈喽 嗨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哦 你刚开门叫你回来 没事啊 你没做什么喝吗 没 不如现在进去呢 哦好啊好啊 朋友们我们广东人真的是太热情了 咖喱鱼蛋 哇 漂亮 好 然后 好 好 哦 我开始支持广州负力了 2012年了 广州打鼻 就是天鹤那场 那次我认为恒大有很多球星 主要是为了恒大 但结果那场球队 富力这支球队真的很好 因为那时候恒大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那种 但是富力那场球队在恒大的主场一比零 每个人喜欢这支球队会有一个开始的提计 一个开始的提计 而且你需要积累的 那最后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应该是使道高域来带队的时候 因为使道高域其实我是青春来的 90年的世界大杯 我开始很喜欢这个人 中超也很过热 你觉得当时广州富力最好的那段时间 球迷的支持是怎样的 几个方面看 因为你毕竟在这个城市 你是第二支球队 你会这样想 你们会觉得自己是广州的第二支球队 我当然不会这样觉得 因为其实广州打比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很多东西 都已经问候你的家人 那些什么恭喜发财 我们来说 说真的 虽然说他们的球迷是多很多 多很多倍的 甚至乎很多时候 在月秀山的广州打比 基本上你看到大部分都豪式 我想吃点东西 我还没吃 我也是吃点东西 你回去吃吧 因为你不用电话 我在楼上做的 没事 你这个城市有两支 顶级联终的球队 其实很幸福的 三支四支 我觉得会更好 我的市场会更爆 你当时作为四中投 去支持这支球队的时候 应该不会想到 现在这样的结局 其实我最初想到的一个结局 比较差的 我觉得降组 降组 降组 踢宗教 我觉得没问题的 但是真的想不到 一时间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整个大佬很白 好像少了些什么 但是你又说不出来 人要有追求 忽然之间 追求那种东西 没有做了 你生命中少了个目标 那其实 就是 不知道怎么形容我 一个是怪的 因为人家少了很多东西 我喜欢两样东西 一个是 音乐吧 一个是足球 讲成有一支歌 是我写的 月秀生 我都唱过 一百年的港州打球 之前有些朋友问我 每个组 你踢中甲 你会不会去唱 我说没问题的 球队在这里就行 但是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我觉得 广州的这个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吃下来 这个凝茶 真的很大一罐 我们喝完 喝完一杯巨大的冷饮之后 浑身是劲 现在来到了 月球山体育场 刚刚可乐在车上跟我说 月球山体育场见证了 广州足球的历史 从很多年很多年前的球队 现在已经没有的球队 到现在的广州队 都是在这里做一个主场 我们平常在士多聚集 说的士多就是这家 是 在开球之前和结束之后 我们都会在这里 一些外国喜欢在这里 买几瓶啤酒 大家会在这里 说回一些痕迹 这个球 月球山体育场 特别看下面 咦 有蓝色 对啊 有蓝色 你知不知道原先是什么 这些桶 我看到 Canton 廣州 后面见不到了 是什么 Canton It's blue 这个是福利的标志 我这里出现了 太高分了 你盖上垃圾桶 是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走进了月球山体育场 这个体育场呢 其实现在是没有比赛的日子 但是我们就是作为市民来说 可以直接走进来 可以在这个跑道上面运动 还可以散步 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区域 这边蓝色的座椅 也是广州城队以前的一些痕迹 这边有在运动的广州阿爸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还有 广州RNF FC这样的字眼 没有洗干净 然后 球迷区的这个上面有一些蓝色的部分 有一些蓝色的字 再加上这里呢 也会看到一些蓝色的就是 一些痕迹 这些都是以前福利留在这里的 痕迹 然后现在因为这里变成了广州队的主场 所以都在清廉 现在走进来一度 看到的座位呢 就已经变成了黄色 金色 有很多广州队的标志 什么心情 我觉得在心里面 这个是曾经很多回忆的地方 一个确实 也挺难过 因为自己的那支球队 现在不是这里 所以我会有两种心情 就是我会去到那个中间 就是两边球员直中间那里预备的 是啊 所以整个上半场 我会在西黑屋这里 然后上半场结束 你就会去到球场那里 是啊 未结束 未结束你去预备的了 你会唱什么歌 《南月荣耀》 就是给球队的首歌 其实每场球都会在这个球场那里播的 这个是你表演的时候 是啊 首唱那首歌 《南月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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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港州有另外一支球队 颜色就是同一个体育场的颜色 是黄色的炮队 有点像 是影炮 是的 他们又在中观 我有去看影炮的比赛 影炮这支队 其实大部分是以前港州城的球员为班底 我看到去到现场看球员 大部分都是以港州城的球员 我现在不是很支持这些球队 我是先从支持球员开始 在我心目中 主队始终是这支 蓝色的 这些是负力的赞助商 是的 现在还留在这里 是的 没有地方拼 哦 这个是负力的年票 是的 这些是老球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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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 这个梗是固定的位置 哇 一些种留在这里 是啊 德荣 是啊 滴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凳子上的这些名牌 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哦 不准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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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里下去啊 这个年纪比较大 但是呢 他还一直在坚守在这个足球的领域里面 一直还希望有球看 他对于广州复利之后的广州城 这支球队的爱 在广州城这支队解散了之后 延伸到了他对于广州足球的爱 广州足球还是很有希望的 他有抵御 他有光辉的过往 现在还有球队在 所以 他还是有希望的